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理肌肉细节就像对待客人一样用心 全台市面上七成左右的土机出自于这里 我们的寻厂人员需要在不同的场去移动 所以他要到每一个场之前 他的轮胎然后他个人的服装全部都要换掉 轮胎要消毒 个人要消毒 避免就是过场之间的交叉开来 凯兴学业是台湾第一家专业电载土机 五股级公司 在2008年成立贵丁级品牌 总经理邓学凯 曾经是美国知名运动品牌的采购经理 现在回家二代接报挑战创新之路 当初就是从导入一个顾问 然后呢 很快就阵亡 然后就不断地一直投入尝试失败再来 目前我们的状态是这样 就是说具体来说如果你这时候来看 三个月之后来看 你会发现好像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样 对 我们不断会去希望把浪费 然后影响品质的一些因素 不必要的动作会把它节省掉 然后呢 因为节省掉那个生产时间 会让我们的品质跟限度会变得更好 反正成本更低是成本的品质更好 早年民众习惯买现载温体机 凯兴一度面临没机可杀的处境 后来消费形态改变 小家庭买全机的比例降低 凯兴再度面临考验 邓学凯的一个念头 颠覆整个市场生态 一年只剩下中原跟过年两大节 那我们就得想办法找出路了 那我们发现说 年轻人没办法买一整只鸡回去剁 一整只鸡他也要吃好几餐吃不完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分切似乎是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做了第一个变革 那这个变革也碰到很多困难 包括我们切完了到了卖场 卖场的时候 你的报价就等于我的卖价 我们几乎到处碰壁 那花了很多的时间 这个完成之后 我们开始想要做平衡 其实外销曾经是我们的一个选项 后来因为潜流感 我们变成外销一直被打扰 那我一直在思考 台湾的市场这么小 我们怎么样往华人所在的这整个东南亚 甚至有机会往整个回教国家 回教族的这个中亚跟中东 甚至到欧洲 从早年外销日本到现在 把触角延伸到东南亚 新南向政策的推动 也让邓雪凯看见到穆斯林市场 那清真正正最重要是要根据可兰精 它在屠宰之前必须是健康的 而且活力要非常好 然后呢经过他们的认可的仪式 然后呢有一定的这个阻挡之下 才去做屠杀 然后之后又不能有相关的酒精啊 这些的餐饮 然后你们就可以变成卡拉式品 拿下清真正正的入场门票 朝新兴市场前进 云林二轮出身的邓雪凯 持续挑战创新 不仅让凯兴实业的鸡肉市场越做越大 也要让贵丁机成为云林品牌 在地人的骄傲 带领台湾土机走向国际